下面呢 我们做一个爆发力的是野马分钟 野马分钟的动作呢 平常练的时候是很缓慢的 但是呢 在做爆发力的当中呢 你就不能和平常的 打这套缓慢的动作就不相同了 因为这个太积拳的每个架势呢 它是在练功 就是每个动作呢 缓慢的去做 而是在练练掌功 就是怎样能把内气培养出来 盼你把你的腰腿之力 包括你的身份 包括你的感觉的领悟入 包括你的气血 它是练功夫的 这种实用当中呢 如果还要这么慢的话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么慢的话呢 实用当中呢 是很快的 但是呢 打爆发力的时候 跟平常打的动作的当中 根本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样的这样子做的话呢 你就说 那就不能实用 根本就不能实用 下面我做一下野马分钟和low气腰腿 野马分钟 我呢 动作就做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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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动作就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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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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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